炒溼的牛肉跟古式的牛 哪一個好吃 你排滿90%的進口牛 其實前期都是炒溼 那個烤下去不死就覺得好香喔 這是我們自己人類演化過程的一個狀況 對 我們要吃到脂肪被炙燒的感覺 像你拿日本盒牛拿去做牛肉麵拜託 拜託 光是撈上面的牛就累死了 我覺得品種 護衛 你真的要我選那個飼養方式的話 它可能在我排到很比較後面 我一輩子有10%的時間來吃牛肉麵 對 因為應該說煮的時候 我們一走進家門就知道 那個風味就不一樣了 對 就不一樣 菲力不是這樣一條嗎 對 可是有時候我們看一看就覺得不對 這是鯉魚館 就腿肉 腿肉也是一條啊 對 我就拿到品質很好肉 可是我單價一定高嘛 對 有些人就會拿便宜的跟你比對不對 所以通常人家問我的時候 去哪邊買肉粽好十多 我覺得價格通常都會反映一定它的品質 通常 通常 在台灣只會講通常 草寺的牛跟古寺的牛哪一個好吃 我個人喜歡吃古寺 我也喜歡 我也喜歡美國牛 可是又比較貴 對啊 其實它們營養價值是 我覺得風味不一樣 對 風味 對 然後因為草寺的還有一種叫做自然牛 對 就是完全放木 然後就賣跟古寺差不多貴 你排完90%的進口牛 其實前期都是草寺 那國外的話可能就是會有股寺90天 股寺100天 股寺150天 最多看到目前是300天 其實前期都是草寺 對 對 他們很多就是放在了很大的草原上面 對 就讓它自己吃草 就讓它自己 自己交配 自己生小牛 長到差不多拉回來 然後股寺 對 對 看連國外都必須要這樣子 他們才划得來 然後台灣是從一小時後 就開始自己照顧 應該是說它古寺多少天 都不是說它是草寺牛還是古寺牛 然後當然古寺越多甜我越喜歡 肉質也有差 就風味不一樣 就像人家說什麼叫吃玉米雞 對 對不對 它的皮的那個脆度就不一樣 對 它裡面的蛋白質的組成 然後雞肉裡面的糖分 乾糖的組成就不一樣 我是覺得它會不會就是那種 它的肌內脂肪跟肌肩脂肪 應該組成沒有差 一定會有差 對啊 它的那個膠原蛋白的 整個就不一樣 比例一定會不同 古寺真的超好吃 那個風味也很棒 像日本的和牛它要味米 對 它的風味就會介於古寺跟 但是它比古寺更淡 哦 比古寺更淡 因為它是味米 對 所以風味又會不一樣 那個烤下去 就覺得好香喔 可是和牛吃不多啦 對啦 就吃一點點 吃一點那個氣味就好 但是就是很爽 脂肪裡面能夠累積的風味 最容易被我們吃到 對 這是我們自己人類演化過程的 一個狀況 對 我們要吃到脂肪 被炙燒的感覺 對 就是我們為了演化說 不要吃 生的可能會有寄生蟲肉 或是有那個 生的沒有 容易被細菌污染的肉 對 對 就前一陣子大家在蘸那個 牛肉湯 對 其實老實說啦 如果大家就有看 自尊點完全就不一樣 我看我講台灣這種牛場的那一集 就會知道說 直接連在養的人都想要用和牛來配 因為它畢竟還是想提升這種的價值 對 而且台南牛肉湯 它的價值應該在提升 應該是要啊 對 很多人就會說 你只不過是一個湯 去燙肉 可是 是不是覺得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台南吃的就是那個 薑脂前的肉 對 那因為薑脂之後 那個雞肉一縮 那種所有東西都擠出來了 就沒那麼好吃 嗯 所以它就是薑脂前的肉 就鮮 就我還會剪一支影片 就是它的肉還會跳 它已經掛在那邊 然後那個時候得 對 哇 有些人覺得很可怕 我還說哇塞 讚耶 好吃 對啊 有一點跳 呼跳跳的 對 那個肉一定很棒 就是它所有的風味都還在 就是原來的風味 對啊 最原始的風味 可是有些人就喜歡吃它 已經薑脂過後的 薑脂過後排酸的肉 對 那就是另外一個味道 對 那 那就熟成嘛 嗯 那你熟成的話 就是把 雞肉裡面的東西 就是用內原性的酵素 對 就是 你用外原性的酵素去處理它 然後味道不一樣 我覺得每個階段 有每個階段的味道 對 所以我真的要說 誰好誰不好 我覺得很難這樣講 因為 很難講啊 不同品種啊 不同的飼養方式啊 不同的 方式 時間 或是料理方式不一樣 對 像你拿日本河油 哪裡做牛肉裡面 拜託 賣腦啊 不行 完全不行 對啊 光是撈上面的油 就累死了 哈哈哈 對不對 你可能那油才是精華欸 然後還把它撈 你就只剩下精華 你要吃什麼 對 你煮到後來你剩下精華 然後肉在那邊 一點點 一點點啊 然後你上面都在精華 精華全部在上面那個啊 都在上面 喝油 其實我覺得 就是品種 你真的要我選那個飼養方式的話 它可能在我排檔很比較後面 嗯 我覺得品種 然後部位 嗯嗯嗯 我覺得部位很重要 對 部位真的很重要 品種部位 然後等級 對 然後我才會去思考它 是什麼飼養方式 對啊 吃什麼的 老實說 我覺得草飾它的風味會比較強烈 當然它養得比較久 對 它的那個飼養 其實它能夠累積在 脂肪跟肌肉裡面的味道會比較多 對 沒錯 草飾的好處 通常價格比較便宜 理論上 理論上 而且草飾的很適合拿來燉煮 因為養得久嘛 它的筋膜就厚啊 對 筋膜厚拿來燉煮就會有半斤半肉 對 就會很好吃 你說prime的有時候拿來煮牛肉麵 不適合 對 我家是平均一個月會吃 你知道 就是我爸會煮一鍋牛肉麵 然後十三四天那種 所以我平均 所以我一個月可能有 10%的日子在吃牛肉麵 至少10% 至少百分三四天 差不多啊 對啊 三四天 對 至少百分之10 我一輩子有百分之10的時間在吃牛肉麵 他會亂買嗎 他會買那個 你真的都亂買喔 因為他會嘗試 我不要說要亂買 他會嘗試 好 因為之前都是澳洲的 也有用過美國的 如果去好市多買的話 就去買美國的 對 然後 當然日本和牛 我沒有給他用過 對 他有去買那個進口的 巴拉圭的 對 其實以我們 就是你一輩子 百分之10的日子在吃牛肉麵的話 你就是一喝湯就知道 因為應該說 煮的時候 我們一走進家門就知道 這個風味就不一樣 對 就不一樣 對 那我覺得就是 不同價位取向 不同的風味 像巴拉圭 其實我不認為 他們的肉都是不好 都是便宜的 因為我去巴西的時候 他們說巴拉圭牛肉很棒 好 對 他說那個 摸下去那個脂肪 是直接在手上融化的 哇 所以表示說 我們吃到的不是那一種啊 對 我們買到的不是那一種 進來台灣的不是那一種 對啊 對啊 那種的就沒有來台灣 對啊 他賣給巴西人 跟美國人就好 不一樣 賣台灣幹嘛 對 太遠了 台灣量也其實不大 我們是他少做邦交國 他是我們少做邦交國 我這樣 那就出價不高吧 我覺得出價不高 像美牛那麼貴 我們還是要買 雖然說美牛貴 但是我覺得也沒有貴到一個 不可理喻的地步 跟那個戰爭之前比差 對啊 因為他們後來有減產 哦 他們減產 所以還是有差 可是 你說不可理喻嗎 我覺得也算合理啊 對啊 其實算很合理 你其實算一下他們自己國內的那個 通過膨脹 我覺得好像還算合理 對啊 就覺得其實我們在台灣吃到這樣子 已經覺得不錯了 好啦 你就台灣人嘛 你就不要在那邊靠北說什麼 五四炒四 有的吃就好 對真的 其實我們選擇很多欸 對啊 真的算蠻多的 如果我們在美國搞不好就只有 美國牛可以吃 對 但是我們真的 我們選擇很多欸 對 你要吃巴拉龜的也有嗎 澳洲的也有 澳洲的也有 對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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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候 日本從北到南的產區那麼多 對啊 其實美國的產區也很多 對 然後那個 加拿大的也有 對對對 像我們以前在學校的時候 老師都會講說 哦 就是 美國牛比較多股市 然後澳洲 紐西蘭比較多草市 這是以前我們都 剛剛念大學 我覺得很概略的 對 這是超概略的 然後可是後來 就以前一開始的概念是這樣 就有一點刻板印象 可是真的 這十年內 其實我覺得 他們各地的養殖的方式 一直都有在調整 所以他不會說 你美國就一定是股市也沒有 他可能也會有 有部分草市的 那澳洲 尤西蘭 他也不是都是草市 他也有股市的 對 說股市好或草市好 我覺得 都不一定 我也有吃過很難吃的股市 我就不知道到底是怎樣 可能部位選不好吧 單品質好壞會有差 可是我覺得 應該是適合的品質 到適合的人手上去料理 對 如果你硬要做成那個 蔥燒牛肉麵牛肉乾 你什麼肉都差不多 對啊 搞不好和牛 他絕對比較麻煩 因為油太多 對 要處理那個油 要修掉 我覺得看環境 飼養環境 然後進來部位 對 你和牛的腿 跟 可能和牛腿 還是比那個 巴拉圭好一點 比巴拉圭樂也好一點 我沒吃過和牛腿 還是蠻硬的 還是蠻硬的 對 裡面有一條是比較有三角很軟 對 一小 就一小塊吧 也不小啊 可是還不錯吃 對 你要講這個會講到另外一件 黑啊的事情 就是我們 常常有時候在那個 網路上或是拍賣 那個直播上 都看到很便宜的 對 菲力 和牛菲力 菲力不是這樣一條嗎 對 有時候里面會有一些筋對不對 對 可是有時候我們看一看 就覺得不對 那是鯉魚館 蛤 就腿肉 哦 腿肉也是一條啊 對啊 對啊 他說的菲力啊 我覺得真的是要很懂的人 像你們就是那種 分切看的比較多人比較會分 不然其實 你要不就很懂 要不然就要找適合的廠商 跟適合的人賣 會不會跟我這種跑不掉的人賣 所以我不賣肉啊 我不喜歡賣肉就是這個原因啊 我就拿到很品質很好的肉 可是我單價一定高嘛 對啊 有些人就會拿便宜的跟你比對不對 然後就說 欸那個蝦皮來多少 好事多才多少 對 所以通常人家問我的時候 去哪邊買肉 我說好事多 嗯 對 便宜又大碗 那就是 那就是那個地板價 對 對啊 然後比它低的 你自己看個案要不要賣 對 因為好事多它跑不掉 它開在那裡 對啊 它部位不能騙 對 可是你說一條那個菲莉才多少錢 一條和牛菲莉 然後一公斤才一千五 好 我希望讓你自己想想看 也就是好吃就好啦 有時候 有些人就很喜歡去講部位 但是有時候他可能對部位不是這麼了解 找信任的人買 對啊 找到部位 你自己還是要懂一些 要不然我拍很多鬼影片幹嘛 對啊 你都不看 然後在那邊怪我 是不是買到奇怪的時候 就自己要 自己也是要稍微做功課 可以判斷 但是如果你今天點了它 就是那樣子的話 好吃就好 我覺得價格通常都會反映一定的 它的品質 通常 通常 在台灣只能講通常 沒有百分之百的事情 貴通常會有它的理由 那好吃的東西一定不會太便宜 對 然後每個人的好吃的定義 定義又不一樣 我爸的好吃跟我的好吃 真的 很特別 像我覺得乾熟的那個 樂園給它吃 它有朋友特別喜歡 它沒有 它沒有 它喜歡吃 它寧願吃那個13歲的老牛 它覺得那個風味很夠 而且有咬勁 咬下去的時候 那個肉汁會從裡面咬出來 我也覺得這個很主觀 這很難說 可是牛的話 就是風味很重 它覺得吃一兩片可以 好吃 因為它覺得那個老牛 吃起來是OK的 我就喜歡吃那種很軟嫩的 對啊 有些人也喜歡吃軟嫩的 對啊 那種三分熟的 然後到嘴巴裡面 超軟的 對啊 像小孩子喜歡吃很新鮮的肉 因為他們有時候不喜歡風味太重 對 有些人他累積到一個程度 他就可以吃乾熟的風味 對 有一點臭臭的味道 用我們叫做層次 對 那有些人不行 沒辦法